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台股跟国际股市 都最近大概这三天都持续反弹 那上礼拜其实我就跟大家说 我认为台股的低点就在附近 这是郑老师从台大毕业 就进入到这个行业 到今年也大概要进入第24年 长期累积了一些经验 那可能会误差 但误差通常不大 事实上上礼拜我告诉你 低点就在附近了 三天不破底 一路反弹了超过一千多点 今天中场 在道琼大涨2112点之下 台股市涨了359点 收在9644点 也从最低点8522 8523拉上来 拉了一千点上来 拉了1100点上来 那几天前 我也用这条 月线 台股的过去长期的月线的走势 把120个月的均线 就是所谓的十年线把它叫出来 我也解释给你听说 除了89年到92 93年的时候 曾经一度长时间位居在十年线之下 其他时间都是大涨打回来 点到十年线就涨就涨就涨 每一次几乎都很少的意外 那我会解释说 这次是非典型的经济面的冲击 疫情确实很严重 各国也都在封城封国 但是就是因为大家愿意这样做 疫情才能受到控制 最痛苦的可能停工停业 这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过去之后 那种报复性的反弹 那种报复性消费性的一个 报复性的消费 那种一旦回来的时候 你不要看现在衰退很大 后面成长会很多 所以这毕竟是一时的 只要大家都愿意去封城 隔离控制 疫情终究会在两三个月之后 就会走下坡 到时候经济又开始心心向荣 那时候你再买股票 一定是来不及的 所以我就判断说 这次跌破十年线 不会跟89年那时候的 2000年的网络泡沫的那一字一样 点下去 打下去 点到 它就会上 结果事实证明 半年线 十年线大概9100点 跌到8522 8523 就很快的V型反转 今天已经来到9600 短短的几天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国外基金进场 隔天又跌了300点 昨天涨今天再度涨 所以光这短短的四天时间 已经涨回了1100点 所以常在讲说 股市的老生常谈 你要危机入市 你才会赚大钱 每次恐慌的时候 就是最好的进场点 那你要忍得住那种恐慌 你勇于进场 后面你都会打转 这都是股市的老生常谈 但终究能做到的有几个人 所以才会说股市里面 什么八二法则 其实我认为是 98%比2% 大概2%的 少数的长期是赢家 大部分人都是输家 所以要坚守理性 然后勇于低档危机入市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因为在这中间 涉及到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你要危机入市 你有没有钱 你有没有资金 你有没有像我们一样 就是说昌和的部分 这332元带着会员 平均出在三上二 所有持股全部获利出钱 那时候我们出了一堆股票 昌和 茂林 泰鼎 普瑞 建策 后来每当股票都跌翻了 因为我们在出在高档 我们超过五成的现金 当然打下来的过程 对我来说那种危机入市 是我看到了非常好的赚钱的机会 而且我们手上的会员 有大笔的现金 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说 你手上要有现金 你高档要懂得要出 那我的存在价值不就是在 带着会员勇于低档买进 舍得在高档出托 当然我没有出光 剩下的持股 比如说世新也一度的 从240块打到149 当然今天第三根涨 但我们毕竟出了超过一半的股票 所以这一波下来在低档买的 现在都开始大赚了 所以危机入市听起来很简单 但执行起来并不容易 因为你要在利空发生的过程 你要有很好的操作 你手上还要keep现金 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我也说如果没有现金的话 其实你可以以股换股 未来你至少会涨得比较快 那这几天我上个礼拜 我用最直接的最简单例子 我一直举的例子就是世新 这波世新最低打到多少 148块半 剩149 短短时间246杀到148.5元 几乎也跌得快到四十几% 五块五成 但我有因为它跌 我就回避说 不让你知道说我世新吗 没有 反而我完全不改我的看法 我不断跟你强调说 反正今天全市场都跌 你的跌停板 我的也跌停板 你的股票也跌停 我的私信也跌停板 那你就应该换过来 因为你现在可能今天换过来 明天同时又一起跌停板 你可能觉得 这有什么好换的 但我怎么讲 我说你今天下去换 一个礼拜之后 两个礼拜之后 你就会知道 那个差异性很大 结果呢 世新礼拜五 上礼拜五就第一根掌停板 我说反弹才刚开始 当天掌停板163 下午公告 二月份单月份 获利是0.98元 接近一块 我也解释说 这是非常厉害的数字 合理上来说 他应该要再度涨跌 结果呢 礼拜一反而开低 因为那一天 就美股又中错 国家经济进场是礼拜五 礼拜一呢 大盘又跌了300多点 又把涨幅吐了一半回去 所以他又开低 但从最低148 149 拉到165块半 当天拉升了超过16块钱 凭什么 因为就是人家单月份 赚了接近一块钱 但这个数字原本他应该要涨停的 还开低 最后收盘是跌一块半 所以我怎么讲 我说该大涨却开低 市场必然会还给他公道 那公道往往来得很快 我常常在说 那个市场的那种多空的氛围 常常一瞬间就扭转 前几天你觉得世界末日的 今天不跟着干股票 好像明天你会破产一样 当那个氛围 就在前几天还在那个环境 那个氛围之下的时候 过两天你发现 怎么股票突然间都涨了 两根三根四根上来了 结果呢 礼拜二呢就涨停了 公道来得很快 强力回升 到今天 又拉出第三根涨停板 很快的从148 149 回到193块半 瞬间股价就拉了40几块上来 这是最佳的V型反转的最佳例子 所以又回到上礼拜 我有没有趁着四星 在跌停板的过程告诉你说 你要趁这个时候 以股换股 以跌换跌 以落换强 以跌换跌 那你的股票 从礼拜五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这四天的时间 大盘四天不破底了 反弹几% 我相信货多货少都有 反弹多不多 我不知道 但如果你有在上礼拜三 礼拜四 趁着四星在跌停板 你的股票 可能也跌停板的时候 你把它换过去 那今天有没有差 我想你自己最清楚 那没有换的 我知道你会觉得 非常的后悔 非常可惜 因为 我看短时间之内 可能四星不会再出现 150的买点给你买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最佳的进场点 你有现金的 我就说你有现金直接买 那可惜是大部分人没有现金 你就会换的 至少他最有条件帮你 一路涨回到高档 那当他涨回到高档 所有人都赚钱解套的时候 代表就是说 你把你的其他股票换过去 你可能也跟着赚钱解套 所以每次行情在崩跌 好坏股票都杀的过程 其实我都是这样子叫大家做操作 方法也跟你讲了 股票我也选给你的 而且我也没有回避它跌停板 那很快的 今天他就通通涨回来给你看 当然离高点还有一些距离 所以我认为股票还要继续涨 因为二月份呢 EPS高达0.98 接近一块 三月份我估计 营收会从5亿跳上大概6亿 因为台积电已经支援它所有的需求 产能都support 大陆 现在湖北已经解除封城了 再来就是武汉 这代表大陆疫情已经压下去了 再来就准备要救世 就跟美国一样 就是说除了要压抑疫情之外 要维护经济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大陆现在已经疫情压下去了 现在就是要救世 然后大陆跟美国现在闹得非常的僵 去美化那个是不可逆的 当去美化的过程 美国要去中 大陆要去美 中间受惠最大就是台湾 所以台湾设计股 它本身又没有所谓的产能在大陆 本来就没有受限 所以说它只要在连电投片的 台电投片的 基本上产能不受影响 大陆去美化 处理器都要自己来 所以那个订单完全丝毫不受影响 持续高度成长 所以二月份可以赚一块 三月份如果营收看增两成 所以赚个超过一块二 我认为应该是理所当然 那当单月比是更强 毛利率往上 股价应该大涨 还往下杀 当初二四六都还没有到本土捐商 国外卷商他们物要叫普遍债 大概两百八两百九三百块 都还没到价 结果短短时间之内 因为国际的股灾跌了一百块钱 现在已经涨了大概一半回来了 这边再上去就不用涨那么多根了 大家涨了两根基本上就已经回到高档 速度很快 所以又验证我说的 强势金贫股怎么下去就怎么上来 所以当遇到这种股灾的过程 如何可以冷静看待自己手上持股 不要说因为市场的恐慌 就忍不住想要去杀股票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 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坚持买金贫股 就像我一直在讲的 为什么我们的会员 在这一波下杀的过程 可以这么冷静 第一个因为高档 我们卖了一堆股票 所以那个钱是赚了一缸子 放在口袋 剩下的持股即便短线套住了 口袋里面的那部分是大赚钱 所以当然可以保持理性 第二就是说 我们坚持买的就是金贫股 那金贫股我说几个指标 我最强的毛利率 我最好的EPS 就像世新一样 成长性 营收年转率高得不得了 市占率 在大陆的处理器 市占率最高 所以当这种股票 它本身有非常强的 基本面的本质的过程 我们的会员都非常清楚 知道说这些股票 它未来怎么下去 它会很快速的就怎么涨回去 所以当你掌握到最基本的原则 你坚持持买金贫股过程 你就不会在大盘遇到这种 所谓的黑天鹅非典型的经济面的 非真正的经济面的因素 导致股市的崩盘 行情的崩盘 股价的崩盘 你就可以保持忍性就撑得住 所以当它杀到最一点的过程 很多人问我说现在到底要不要卖股票 大家吓死了 每天跌个好几百点 我的回答很简单 我认为现在是最好的买点 我说短线如果你不计较一两天之内要赚钱 一个月两个月 或者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 现在买我认为都是会赚钱 那道理很简单 如果现在是买点的话 它就绝对不是你卖股票的时间点 当然前提是我谈的是金贫股 那有一些阿里布达的股票 未来不见得会反弹 还会继续破底 那大家就自己要看得办 所以我还是说坚持只买金贫股 那另外一档 仍然是我今年最看好的标的 苍和 昨天盘中涨20元 涨9.4% 尾盘压下来大概涨大概一半 大概涨5% 所以它涨幅是落后 四星大概两根 那今天坑上 涨停板尾盘收243.5元 那四星这四天 涨了三根 其中一天是小跌一块半 严格说起来就是涨三根 但仓和的部分呢 这四天 多跌一根 然后昨天小涨 今天涨停 所以严格说起来 从低档上来只有一根 但四星是涨了三根 但强度四星 强度基本面不见得 有仓和强 所以我认为仓和的补涨 V型反转才刚要开始 才刚要开始 非常看好 因为它是全球的独价专利 PI网板 用雷射石刻的方式 做出太阳能使用的PI网板 全球 它发明的 专利就是它的 两三年之内 没有竞争者 没有这些干涉 那人要有专利权的保护 那你要绕过它的做法 你要再去研发出 差不多的东西 能度很高 所以独家专利 其实它应该享受 最高的本预 材料 关键材料 可以让太阳能的 发电的转换率增加 成本降低 使用年限增加 它有极强的竞争力 而且是全球独家 专利的保护 两三年没有竞争者 加上太阳能产业 它正在一个高度的成长 因为现在便宜 所以它也占有两大优势 一个是整体产业持续成长 而且不受疫情影响 它跟消费性无关 它又是独家专利 它四战率 五成六成七成 一直在往上跳 所以两大动能 而且它是独家专利权 它又有所谓的定价的优势 定价优势 所以最近有机会涨价 三月份又新增了 大概10%产能 所以假设大陆复工都没有问题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加上新增产能 如果说都乱得顺的话 三月份的营收 不只回到高档 我认为有机会 有极高的机会 去挑战历史的新高 加上价格 有涨价的优势 毛利率呢 三月份有机会上看六成 最迟第二季应该看得到 单月份的获利 如果说三月份 没有上看两块钱 我认为第二季大概也就是两块钱 单月份两块钱的水准 那你要知道说 单月两块 毛利率六成 那它的毛利率在 去年第三季的时候 从第二季的43 跳到48.5 已经创新高了 第四季 年报还没公告 我推过第四季 已经超过了五成 如果三月份 或者第二季跳到六成 那又回到 我们再讲 就是说股市达人的超盘心法 我找一下 那超盘心法里面 第二条 产品涨价的股票最标 那它目前产品有机会涨价 第三条 毛利率往上的公司股票最标 所以它同时符合这两大标股的条件 股价呢 又从我们平均卖332 这一波最高点是348块半 348块半 这边 38.5元 一路打回221 我们卖的位置打到221 也跌了多少 跌了110块 跌了110块 110块 从最高点348.5元 打到221块 跌了120块 但是呢 它的毛利率还在双心高 引益率还在双心高 它的EPS还在双心高 而且它符合标股的最重要的几个条件 毛利率往上走 引益率往上走 EPS往上走 报价往上涨 全球独家专利 营收人家不好 它还在创新高 所以今年我上修 有机会赚22到24块 以单月份2块钱 毛利率上下6成的公司 我说今年的高档 348块半 我都嫌太过便宜 我都嫌太过便宜 所以我想 目前反弹刚开始 光反弹的幅度还落后四星两根 如果说以它单月赚2块钱 四星单月大概是赚1块钱 合理股价它应该是四星的一倍 四星现在多少 196 我认为合理股价 两三百 过去的250 260是合理 所以仓和的空间 还非常非常大 今年高点 我认为都还对太过便宜 所以这些股票 就是所谓的金银股 市场不好跟着跌 市场稳下的时候 它依然会涨到让你吓死 那另外 上礼拜 强力买进的 长辈IC设计金银股 礼拜五涨停 礼拜17% 昨天尾盘最高8% 今天早上 最高涨到54块6% 毕竟前高了 它是什么 是6457的红卡 短短46到54块半 6天时间 上礼拜买 6天时间一个礼拜 赚了8块半 赚了18% 那你不要忘说 过去这6天的时间 123456 大盘是先往下贯 国外基金护盘 隔天大跌 真的涨只有涨这两天 这两天 但是 红康部分是早就已经没有破底 而且逆势大涨回到前面高点附近 它可以说是最强是IC设计股 因为它离高点最近 比四星还接近 所以我认为未来会先创新高的 应该也是红康 红康部分 最快涨为高档 是最强的IC设计股 订单 额温将额温将的订单都爆量排到7月份 营收将从5000万跳8000万跳1亿 第二期将大赚2块钱 今年可以赚7块 目前本益比只有大概七八倍 本益比15倍的话 将上看一倍的一个涨幅 所以我才会说这是一档 有机会帮大家带来 长辈的金银股 所以我帮你选的都是 金银股中的金银股 这个时候就是你大赚 倍速获利的最好的机会 那等等我们先进广告 回来我会再跟大家预告一档 我们将在明天带大家买进一档 最新最强的长辈的全新的金银股 等会我们再聊这档股票 欢迎回到现场 时间不多我讲快一点 上个礼拜我们大买集中加码 全力重压的鸿康 逆势从46块涨到今天最高54块半 在大盘破底刚刚反弹的过程 他已经涨了18%上来 所以会员一下子就赚了接近两成 那你不要忘了 这个是我们在高档 卖掉一半的持股 一堆现金低档买 现在又多赚了接近两成 这是不得了的 不得了的 因为没有受伤还多赚 那我认为今年赚7块钱 似乎被本益比的话 未来有高达一倍的波段的空间 当然短线我们买40几 现在50几的我不会再追啦 但如果他有合适的一个拉回的话 我必然会考虑再买 因为这是一档今年 也是一档4月份的大标股 当然他先涨了接近两成了 我们不必追 因为他已经快要过高点 等拉回再买 那明天要买是这档最新涨备金明股 股价这一波从高档打下来大跌五成 所以股价还在一个低档 刚刚反弹 商用NB的客户目前大追单 因为大家都在家里上班 所以商用NB目前卖得非常好 客户大追单 而且相关同业都没有 这几年多年没有扩产 所以订单都跑到他这边来 第二季的人说 估计将狂征大概计征 九成到一倍 九成到一倍 去年赚三块 高点进行八十 今年估计可以翻倍赚六到七块钱 股价不到四十块钱 所以去年赚三块 股价就有这么高了 所以这个未来也是第二季到第三季 将大涨一倍的好股票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着我买进会员 都还没买 明天才要开始布局的 全新的长辈金明股的话 你只要加入我的LINE AT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让我找到你 明天要买的时候 我来通知你 同步买进最新的长辈金明股 所以我收拾你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